大家好,昨天有一个年轻笑叫小伙子,是不是青头就不知了 神叉这么早就传个Message来 当然,我都见到各大讨论区都不停封琴 网友,不是网友,宅南门深邃一地的声音 哎呀,我们的吉扒妹妹,结婚 首先,早前,朱导友周围封传他那个什么路粉红 碎至底裤,不是底裤,是路上那几张照片 我都很有道德地分享给我很多男性朋友们 每个都看到耳耳声,滑滑声,指手滑脚,兴奋非常 哦,原来,是不是? 就好像那些明星那样说,哎呀,我最后一个演唱会了 我收山了,原来要结婚 演唱会又写真集啊? 人家很多人,收山之前都会开告别演唱会 那他不懂得唱,那怎样呢? 就脱了 即是隐退之中出五十回那些? 这些是不是那些路人一百斩,千人斩,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朋友,对啦,即是像你所说的 我朋友,就看到这个什么新闻呢 都有很多嘴贱的言论 那跟很多台湾网友一样,就觉得 喂,你嫁给人,还要嫁给一个日本疑科医生 日本的疑科医生,好歹不是苦科医生 那名呢,还要跟林志玲的老公碰的叫Akira 那来结婚哦,喂,还要呢,他们怎样认识呢? 有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一样,网上datingapps datingapps还是药炮apps呢? 那不同人有不同解读 那我有个朋友就说,哇,大哥,上世呢,烧了多少回 做了多少个好事呢? 烧了多少次高香? 还有,山坟是不是要弄在你家旁边才有这样的福报呢? 喂,福报是名人榜啊,都没有这样的福报啦 但是,datingapps识到鸡排妹 还要在新加坡旅行,随便钰匠那些 什么尔拉罐还是不知道什么戒指出来 就求婚成功哦,任妓哦 我相信SP都任妓啊 喂,你想一下,他的背景是日本疑科医生 不然不是香港地盘佬 我想讲的是,我戒日本医生 几点啦,首先是医生呀,大哥 人家不是阿貌阿秀 就是有少少錢 但是你說他會不會好像阿嬌那樣? 人家那個苦科醫生轉去微整形的醫生 丟一張Hard Card給你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卡 金卡、銀卡還是Hard Card 還是像迪士尼那張ChipChip銀卡 叫阿嬌你任戀 阿嬌真是七娘母母吃甜筒 真的跑去任戀 他那個不是大樓 人家叫你任戀 你真的戀到人家的底褲都不能穿回家 那你說雞胖妹會不會好像阿嬌那樣 期望與這個現實落差呢? 他嫁了這個日本醫科醫生 是不是真的不用做呢? 喂日本醫科醫生賺多少錢 我就不知道 但是你說如果醫生和有錢人可以比美 馮瑩瑩就不用下遊艇了 那說實話 那說實話 日本人呢 都是隔個海 就 腸腸長一點香一點 喂 當年 日本妹 不 應該是台灣妹 為什麼這麼正 就是因為以前被日本佔領的時候 被入軍 強姦 打亂種 所以才有這個偽日本妹 台灣妹誕生 對不對? 每個人都這麼正 但是為什麼一個純日本人要吃你一個偽日本妹 喂本土很多都可以選擇 那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就是 首先看那張這樣的照片 然後怕妹靠去那個日本醫生仔 托了整個頭出來 那是什麼? 人家有身形 撐得起禮服蒙面俠 就叫做長腿惡巴 再加上日本仔 未結婚之前 全部個個都是 溫柔體貼大男孩的 結完婚之後 就叫你做粗重家務 日本仔是不會跟你做家務的 那你說 雞胖妹這樣的性格 用什麼來形容呢? 離京半島? 反本? 他是不理旁人世俗的眼光 我喜歡跟記者說我是玩SP 吹波 人家的女兒說你不要搞我兒子 他說什麼? 他說你想清楚 我和你兒子是什麼關係 我和他是SP 沒有想著搶你兒子 乞丐 他是說了這樣的事出來 你很明顯 他是完全不理旁人目光的 到時候結婚之後 我不like離婚 有多出奇呢? 說真的 現在你要結婚嫁人 你可以甘心甘於平凡? 大家認知的雞胖妹 由直直無名在街邊 說賣一下雞胖 到最後出寫真 或者想重症的 他的野心一定是極大的 現在你肯嫁人 叫做埋家喝井水 可不可以保持久 還有日本呢? 相信都在東南亞亞洲地方 最男權最重的國家 第一就是第二 日本和韓國叮噹碼頭 你是不是可以回去 叫做老公回來 你幫他擺拖蟹 幫他煮飯 他想要你就給他 任妻 放題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 那他甘不甘心呢? 就是他自己個人的修行 但是他沒有什麼可以發展 他不是好像隔壁那個 沙恨打的國書搖 人家不斷擺拖那對球 那個螢幕 然後摘爛螢幕 然後跟著擺拖 人家有得唱歌 有得跳舞 有得做主持 雞胖妹的發展 其實這條路很窄 除了出寫真 他可以做什麼呢? 拍AV? 所以就是從政 不過台灣這一類 叫做偽日本妹 都叫做應早歸宗 乾耀門尾 嫁給以前強姦自己 祖先的日本仔 我不知道開心好還是好笑好 那又不要一下說強姦 你說到這樣 人家AV女神 倉井空 結完婚 生完小朋友 都可以洗手做羹湯 基本上日本的文字 或者他接受這些 所謂小眾的藝人的行 心態是非常開通 即是可能我們覺得 嘩阿嬌有什麼可能 還嫁到 咦?但人家就嫁到 嫁到台灣人 即是台灣接受度 亦高於香港 其實香港 香港是最悶的 香港講來講 他比較保守的 你說日本 接不接受到雞胖妹 當然是接受到 但是你說 他結婚的時候 有沒有戰爭 走來拿他張 拿他張露點上來 喂!家嫂幫我簽個名 行不行啊? 我很喜歡這顆LIN 那你說 我跟別人說 看 當然無所謂 我們出去玩 自己出去玩 當然無所謂 你說如果做人家的父母 娶一個這樣的女生回來 然後被親戚朋友 閒話家常 又說說 你女兒 你女兒 你媳婦以前怎樣怎樣 長輩應該比較難接受 如果你的朋友說 你女兒很棒 你也想打他 所以就要嫁給日本人 日本這些根深蒂固的文化 說真的 你露兩顆LIN 字出來 有什麼所謂 人家沒有馬中出 什麼五十回 一百回萬人斬 都是這樣拍 差了一條大腸 還沒拔出來 給你看的東西 所以這些真的是小疑科 對於日本人來說 還有一件事 日本疑科醫生 會不會好像 一些報道所說 日本人其實 壓力是很重的 即是有些當家賺錢那個 男的那位人輕 即是你做完事 很大壓力 都未必真的 這麼想回家 面對家中 可能有初生小朋友的壓力 喂 大家不要不記得 一般 雞胖妹對性的需求是極大 她可以在Dating Apps 約炮Apps 認識她的兒子 日本兒子 分分合合 分分合合 證明她對性 這一個是非常大的需求 你說兒子 以後可不可以餵得飽她呢 又或者她們新鮮感過之後 她可不可以甘於平淡呢 那解答一下 我的朋友仔 就在這裡說 喂 為什麼呢 那些Dating Apps 可以混合到日本妹 嘩 究竟她有多幸運呢 家山犯法呢 就視乎你的祖墳 埋在哪裡 平日有沒有燒高香 拜這個地狀王菩薩 信什麼都好 耶穌是不會在性方面打救你 所有事情都要練習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究竟雞胖妹對性這件事 她會不會是隨著這個做人媽媽之後 需求度減低呢 大家不要忘記 我的朋友 是不是我的朋友 出去認識那些男生 經常說 喂食仔食仔 其實女生食仔 現在是很普遍的 大家不要覺得 嘩出去呢 那個男生一定是 不會虧底 那個女生一定虧底 你貼根啦 我身邊有朋友 結了婚 生完小朋友 那個老公給了錢他 他又沒有愛情 就出去玩 喂 但是很老實 你出去那些DingDing Apps 首先 如果那條仔 就是好像雞胖妹這些 又入 又醫師又成這樣 又可以包個去新加坡旅行 那就是經濟角度 可以滿足到他 那要是 你是漂亮 養漂亮 身材正 喂 不只是女人才要養你的身材正 到時 出到去 嘩 你P完那張死人相 出到來 小龜 那樣 我當然是no show 馬上blog 你了 再說到實的的血淋淋 我set到整身行頭 是不是 一會有卷曲 一會有大波浪 任賤大波浪 化個妝一個小時 襯了一套 漏尿裙 穿了一對斗嶺 出到來 五分鐘你跟我說 玩完 我真是 我真是不知拿什麼粗口 問候你好 根據豬隊友 想當年所有朋友 叱測江湖 所得來的總結就是 當你出去 叫做什麼 華山論劍的時候 喂 個個都希望自己 可以劍視神舟 對不對 但問題就是 所有人都對這件事有期望值 的嘛 像GC說 就是成裝打扮 又噴了香水 設行頭 穿了一些 色色內衣褲 這樣出來 你五分鐘搞定 我搞了 所有人 都是喜歡金融群合轉的 代表著什麼 哇 互相對策幾十回合 都未分高下 誰知道 一來到 你又徐富 原來你是古龍來的 劍瓜一閃 頭耳著地 完 完全都不順 都未去到 以天見背屠龍都的級別 大哥 那你怎樣有回頭率 這些事情 真的 說真的 你沒有一個 中頭的 切磋時間 你真的不要出來 不如回家 那位男人 所以真的 要對自己 有充足的訓練 和有信心 你才會出去 弱炮弱炮 不然真的被人笑 大哥 喂 當我這個男生 朋友問我 為什麼會吃到 龜扒妹 我真的 等於是雞扒還是龜扒 雞扒妹 我不是放棄她 我說 試多一點就可以了 真的 練習得多 就好 喂 我第一次的時候 我會不會是一個 可以 琴拿招式 可以 一下子摸到你的血滴子 那位 當然不行 當我試過萬千 行過 試過萬千人 其實你一過來 一搭一石 又或者 一適合姿勢 你兩秒 我已經知道 你有沒有了 所以你說 喂 你為什麼不行 因為你害怕 為什麼害怕呢 我就真的要問回 你們的男生 其實如果我出到去 我真的 我講的純性愛 理想練習的話 我出到去 我根本不當你是一回事的 喂 我喜歡怎樣砌就怎樣砌 怎樣玩就怎樣玩的 那我根本不需要 顧忌你的感受的時候 不需要去想 什麼愛不愛情 那你純若炮而已 現在你怕什麼 是吧 你不試多點 怎麼知道呢 每條女兒 對那個位置不同 是吧 她喜歡的東西不同 有些喜歡小碎步那樣進入 有些喜歡長驅直入 有些喜歡橫迴 好像跳繩那樣砌的 喂 每個人都不同的 你要知道你的對手 當下那個對手 是什麼龍妖 你才知道下一個招式 你要耍哪套拳的嘛 喂 那當然啦 大哥 你菜料級出道去 緊張興奮 大於一切 傲兩傲啊 你猜你騰原托海那杯水嗎 怎麼傲都不捨 你那些 美傲已經自己捏爆了啦 那些那些 那些真是 就是回去自己 啊 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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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 如果你高手級出道去 老司機級別的 喂 先有鋪陳有陳刺 先可以棄定神閑 跟你見招拆拆的嘛 我有個朋友 有一次 就 那天 不知道他突然間 吃了多泡飛 腸塞住 想找人通通去 他就開了一間酒店房 他就約了六七個男士 not at the same time 說的是流水式 好像那些 黃中澤那個 法政先鋒五的流水面 說的是one by one 排隊這樣進入 六條仔他都不飽啊 他是可以表演這個 澳門最出名的什麼 那些什麼 水上母 水母姦 水母姦 他是很多次 可以來很多次 可以射很多次 水母姦的 那你說 遇到一個這樣的 什麼招數 你都滿足不了他 那為什麼他會有今時今日 這樣的躁藝呢 那很明顯他是經歷過萬千回啦 那你說 雞排妹 這樣的聖女 聖女 普通人遇到他 可不可以滿足到 我想未必得咯 你說 喂 儲得雞排妹回家 我好怕你晚上下床腳軟 是不是好事呢 不知道啊 喂 我怕直接連床都不敢上 有壓力啊 根本上大家都不同級別 是不是 很難說的啊 或者啊 以後他結婚了 沒有那麼多顧忌 肥了 那他老公見到他 一倒胃口 又有另外一個story sad story 喂 那無論任何年紀 男女都要keep的啦 那你不keep 就沒有了 很多東西都 那有很多東西是天生的 我記得有個friend 是吧 又在那些人踩人的長地 就認識了一條仔 立了回家 那一開始就不會直到黃龍的 那當然是輕輕我我啊 抱一下 挨一下 蹦一下 按摩 摸一下 摸一下 想摸雀仔的 摸一下摸一下 嘩 撐你的肺 幼得好像手指尾一樣 仆街啦 那我這個姐妹當然是聖爬啦 還跟你浪費時間 我趕快走回去老懶 第二回合好過啦 一摸到他就 哎呀我不舒服啊 我的酒有點上頭 我要回家 所以呢 出爹來玩 你不要問為什麼沒有東西玩 你要告訴自己 我懂玩 有自信 就有女兒埋伸的了 你下下又怕 船頭怕鬼 船尾怕賊 一會兒又說 嘩 我自己的腳 腳板底的腳皮 會不會欺負那條女兒 一會兒又說 嘩 我做健身多一條 手 那些手皮 起了枕 那條女兒不舒服 哎呀 真的不需要顧忌這麼多 照去 喂 這樣啊 有得吃總好過沒得吃的 喂 那以我多年的經驗 告訴我 港女的普遍喜歡 芝士腸的 喜歡在門口搖搖搖搖 那介乎於有和沒有之間 很少香港女生會喜歡 大大落又長又粗的 你猜真是 那麼重口味 每個都喜歡羊腸嗎 嘩 我想呢 我不是中肺炎 比水逐沉 我相信呢 你吃得的女兒呢 就真是 非常少啊 少眾啊 你是沒有遇到那些狼虎姐妹 喂 不要說那些女兒 我發一些照片 蘭桂芳那三條皮褲女照片 給我的男生朋友 我的男生朋友說什麼 第一句 有很多個都是 嘩 沒有球的 嘩 現在出去玩那些男男女女們 對人家是多麼高要求啊 我心想 你有沒有照自己腹發鏡啊 沒有鏡子 我得了啦 為什麼他們可以對女兒的要求是這麼高 而他們對自己的要求是這麼低的呢 嘩 你說對啊 很多都是 弄著一條試盤胎的男生 有油頭粉臉啊 骯髒糟啊 爛熔熔 但是又要求這條女兒 啊 穿得漂亮又說你沒有身材 啊 又說你沒有身材 又說沒有球 又說沒有屁 又說這個又說裝化不好 那個又說不夠高 嘩 喂 都是出來啊 大家逢場作慶而已 又看下自己 真的 嘩 我身邊呢 說得人家最面的呢 就是那些 發善後遺啦 禿頭啦 是不是 就是差那三分頭髮 然後扮去右邊 中間就沒有了那些 那些 一人間呢 又一坐下 那肚腩有兩折那些 嘩 形容 那些女生呢 非常媽的 有時我做點做點事 我昨天不網 我會嘩 我這村子 噗 噗 爛 我是不是翻不聽呀 為什麼這些賤的東西 可以在已 collaborate 你不要不記得我見過你這條女兒的 你這條女兒真的 unknown 洗碗 也不入樓啦 你可以這樣去批擊別再 評價別人的女性 我就覺得 雖然現在的時候 這個工作差不多的 但我覺得我不會在別人的面前去評論別人 不要忘記我的男同事是在說身邊的某一個女同事 不是說來我們不能夠速及的明星藝員 我覺得這樣真是很糟糕 什麼人都有的,自己打眼識人 香港男生普遍都自己倒閉 不是沒有好的,但有質素的真的比較少 真的啊,practice makes perfect 出去試一下吧,你那支劍仔不用留下什麼時候 真是拜山煲醋 雞扒妹我們就吃不了了,豪大大放兩塊雞扒 那些人好像說雞扒妹嫁了去日本 變成什麼羊湯,羊湯雞扒 還是什麼湯雞扒 不是美珍嗎?日本最喜歡美珍的 祝她前程似錦吧 好啦,拜拜啦